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名叫张良 我出生在中国1949年 出生在中国广东省海峰园 六岁的时候跟着我妈妈去香港 读在德兰小学 因为当时我爸爸在1949年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当时我刚出生 我爸爸在海外做药材生意 以及他是一位很出名的中医师 当时在热南有一间很大的制药厂 他需要我爸爸在热南地方 帮忙他们做制药师 所以我爸爸决定留在热南 帮忙一间药厂 那间药厂叫做武民云大药厂 当时他们出生119种成药 风行在泰国、柬埔寨、廖国、东南一带 我爸爸因为要做一位监督制药师 就顺便在热南开出自己的诊所 当时我在香港读书 读完书之后 他因为药厂非常忙 派了我大哥、二哥都在药厂帮忙 还有我因为需要我能够在学业 因为当时我在家里面 是最小的一位 我是最小的儿子 我两位大哥 一位大哥一位二哥都在药厂帮忙 我姐姐仍然留在广州中山医学院 继续去护理工作 我姐夫也是一位住诊医生 但他们当时除了研究在中医方面 其实他们正式毕业在西医 我在香港的时候 所受的教育都是教会的教育 我当时 근놓고 都是天子教的 虽然出身在佛教家庭 但在inder受他天子教教育 后来我跟了我姊母 叫做画 рублей 吳玉雲女士 王吳玉雲 她在熱南當時在一間 養養院裏面 做一位幫忙管理院裏面的 所有的關於醫療和一些事情 她本身有一個自己的診所 很小的時候 我除了見到我姐姐 哥哥 父母 我媽媽對鐵打方面 都非常熟悉 除了在中國幫人家 有時擾手 做鐵打工作之內 她本身去到熱南 仍然繼續開鐵打診所 在熱南我們的藥房叫做萬安堂 相信如果是熱南來的 每個人都清楚知道 但我本身小的時候 對中醫有一種反感 不知為何 我覺得針灸非常不衛生 我爸爸叫我學 尤其是我叔父 在這方面 都很有興趣 我有一位舅父 在熱南的潘廊 針灸非常出名 當時她叫做養生堂 我的養生堂 在潘廊 當時他們都篤促我 一邊讀書 一邊都要學針灸 但我時常博他們說 針灸我覺得很不衛生 如果針灸完一個人 又去針灸別人 當時他們說 你為何要這樣想 我們有消毒 但那時很小的時候 我們十幾歲的時候 我都反駁他們 那時十六 十七歲 我說 如果你這樣針灸 有些細菌 不是用酒精 或者用燒熱的滾水 一百度燒滾 用針灸煮 就可以消毒 萬一某種菌 是可以受瘦 超過一百度 而且 她不受酒精的消毒的話 那是多不好呢 當時我就不肯學針灸 對針灸有犯感 我爸爸也覺得很失望 不能夠繼承她的意思 後來她過世之後 但我就很佩服我媽媽的咬骨的手法 很多人來醫治 這樣她都能夠帶到 可以說 妙手回春 很多人都稱讚她的時候 我就反而叫我媽媽不宜 我喜歡跟媽媽學習這些 很多時候 我就在熱南的時候 讀完高中之後 我就在暑假去到鄉村的地方 跟著我一位唐哥 他的名字叫張德榮醫師 然後我跟著張德榮醫師 去到農村醫院 治療所 一直看著她怎樣去醫治病人 以及怎樣錄針灸 但我只不過 盤繞在我的腦裏 覺得那些針不太衛生 所以我只不過一直看著 可以說也是在偷學技術 但我始終一直沒有出來開診所 當時除了張德榮醫師 還有張貴醫師 都是我自己的表親 亦當時都是名震熱南的針灸手法 都是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雖然我佩服他們的手法 但對於衛生的問題 我都不太接受 因為我從小都受了天子教的教育 後期跟著五育雲女士 即是我義母 是基督教 屬於基督復林安息日會的教會 是很注重西醫的殺菌的理論學 來一種消毒 消炎 所以我對中醫不太接受 後來直至我受完教會的教育之後 教會就邀請我擔任我去神學院 也有學習神學 反而不是選了醫師的門路 我反而讀了傳道 當時成為熱南教會的一位傳道士 亦是當時熱南教會的華人基督教教會的 華人堂的堂主任 當時亦可以說是年輕的一位長老 因為很多時候受聖餐禮 受聖餐禮 不是全都有權力可以守的 所以我未結婚的時候 當時都已經成為當地教會的長老 可以說是最年輕的一位長老 後來他們勸我 你這麼年輕 亦做唐主任 亦擔任這個長老 很多時候有很多試探 因為太年輕 即是不太好 有些成就的話 當中有一位長老 他叫做黃耀坤長老 他就勸我 因為我比起年輕得多 都擔任他長老 亦是當時的 提岸華人教會的一位長老 他勸我結婚 他說結了婚 你會避免很多試探引游 當結婚後 就 我雖然在教會上 經常接受教會的理論 是西醫的理論多 但我結婚是因為太太患上癌症 患上癌症 如果要在這裏講見證 我相信是很長一篇 但在教會裏的人都知道見證 我因由這篇見證 都寫過一篇很長的文章 提及到我太太怎樣生死的搏鬥 但當時真的所有的醫生都看過沒辦法 中西醫都看過了 這樣認成我 局至為了要怎樣尋求一個方法 可以治療我太太 我真的在沒辦法之後 我就開始閱讀 我爸爸留下來的藥書 以前我爸爸留給我 我看也不看 因為我對中醫有一種偏見 偏見 我反而很羨慕我 而沒有那邊的西醫的方法 並且我外祖父是十八路軍的總侵謀長 相信如果大家參加過國軍就知道 尤其是國民黨方面 他是十八路軍 相信大家都知道 很出名當時在中國 他是當時的總侵謀長 OK 他亦都勸勉我 當時在我年輕的時候 他說如果你不喜歡中醫 你就學習西醫 所以我就偏向西醫 但如果你以後 你希望繼承你爸爸的願望 你才去研究中醫 也不遲 我想起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翻閱我爸爸的書 翻閱之後 後來中醫越研究 就越有興趣 越研究越有興趣 結果就認成了自己 再加上我爸爸的一種祖傳的手法 和祖傳的一種的制約的秘方 在熱南那裡已經這麼出名了 我就覺得想 OK 不如現在繼承爸爸的議員 所以我就再深刻的很有興趣的去研究所有的中醫學 結果中醫就調理我太太 加上信心的問題 我們兩夫婦都很深切的祈禱 加上 我知道不只是單靠藥物 單一個人一個意志 終於我太太克服她八年來的抗癌 那種抵抗 當時很多醫生都認為沒有辦法 我以為她一早 可以說當時她未成為我太太的時候 她已經患上這種絕症 但後來因為我幫她接觸多 慢慢產生感情 她就嫁了給我 但我一直在這方面 都用中醫的方法一直維持她 就想不到她居然都能夠維持到今天 本身她現在裡面都中有肉流 但想不到那些醫生斷定她都會擴散得很快 擴散得很快 應該都不會有兩年的生命 但結果今天二十多年來 她能夠生存在我面前 所以我就可以見證到一種 在這個世界上 除了我們藥物之外 又依靠神的力量 依靠自己的神所賜的意志力量 再加上中醫的生草藥方面 這樣的治療是非常有效果 認成我對中醫就很有研究 這樣我就拿了我爸爸的所有留的書本 一直研究到現今 直至移民到加拿大的時候 我就覺得加拿大這方面都不是很輕忠醫的 所以我就沒有再繼續就醫 我就去世界日報做工商記者 又做成立工商會 因為我覺得重商可能會有速投 結果因為我太太得到病 我得無醫治 是她提醒我 她說為甚麼你不做自己的本項 你要做其他事 又自己去開餐館 去搞卡拉OK那些事 終於我接受她的意見之後 我就出來做回中醫的這項行業 但一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因為這裏本地 那時中醫未曾成名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的責任更大 希望能夠在主流社會裏面 他們都能夠知道 所以我就決定去成立一個協會 當時很多病人來都鼓勵我 因為受到我們獨門的那種特別的治療法之後 他們都說比喝所有的藥物更好 無論中西藥也好 都有副作用的 如果喝得多長期 但是聽了你的引渡之後 他們憑著飲食的節制 憑著在街市買一些水果 蔬菜和運動 再加上針灸、止壓 這種順自然的 毫無藥物的一種情況之下 能夠得到治療 所以他們鼓勵 你這種獨特的手法 為何不創立一個自然療法的會 當時我很高興地設立這個意見 所以在十年前創辦一間學校 都希望將這些獨立的手法能夠傳出去 雖然我們中國人說 很多時候你只是傳自己的本族、同性 或者不要傳外人 很多時候我自己的早訓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現在還不應該有這樣的思想 所以我願意將自己的張士特別推拿的手法 這種手法就叫做天地人 就好像從雙運用天時、地利、人和 其實就是排毒、條理、養生 這三個如何配合我們人體裏面的陰陽需要 如何平衡我們的海羽毛 當我推出這套特別的人體裏面 一百個月位 由湧泉直至百回頭上 即是百月的匯合 將我們張士的排毒推拿的指握手法 配合天地人的條理方法 來推出來傳授學生 都受到大家的喜歡 都幫到很多人 這一點我都非常高興 在五年前我去了新加坡 參加一次中醫國際會議的時候 認識了新加坡一位紅墨會的會長 當時我就覺得 這個又是很天然的自然的方法 不用用任何的藥物 或者有化學的成份 或者需要經過X-ray 或者一種X綱去照你出來才能探測到你的病 從你眼睛的紅墨那裏的經驗 如果你看到都知道人的病症 所以當時我幫他商量之後 我決定在紅墨學那裏再深入研究 之後再把紅墨學 學生除了有西人 東南亞來的熱南 任何地方 中港台都有 尤其是現在我的病人 看得久了 我發覺主流社會的西人 很讚賞我們這個自然療法 所有時候在一家大大小小都帶來看我 都反而覺得在名副其實 就像這裏所說的Family Doctor 為何一時全家都來看 這一點我都很高興 所以我希望日後能夠將這些手法 和學校能夠辦理得更好 在這裏訪問我也順便 多謝華人參政委員會創會的會長和主席 現今都是一位在華人參政會裏面的 林達敏顧問 他是一位移民顧問 但他亦都是我們創會的一位顧問 因為他本身是替我們去註冊這個會的 一位顧問 向政府安省去註冊成為一個不茂利的團體 成立一個紅莫自然療法協會 在這裏也衷心多謝林達敏先生 也衷心多謝過去五年來 在協會裏面的所有幫助我們 使協會日益壯大的 很多謝各位的學員 也多謝學校的一切的董事 以及每位董事 每位的醫師 以及所有的 無論是參場意見 各方面 在這裏也很多謝他 幾年來也多謝 尤其是Joseph 在時常幫我們學校協會聯絡 來擔任宣傳的工作 在這裏也衷心多謝Joseph 在發展方面 我們希望 正如林達敏顧問所寫的那篇文章裏 因為鷹賢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們可以見到這個世界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中國大家都知道 如果只是一個嬰孩的時候 將來年紀父母老化之後 誰去照顧他們呢 在人手 我們大家一想這個數字一計 根本就是一個很恐怖的問題 這樣回顧我們加拿大 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加拿大 我們現在看到的年輕的 因為每個家庭 差不多都是一個兒女 兩個兒女 但是移民過來 很多都是中年人 現在已經有一批老人老化 我們看到政府 已經開始咳嗽養老金等等 你看到 因為已經覺得不平衡 所以我覺得 不只是我們人體 我研究這個 為什麼說這個醫術很獨特呢 我就是希望平衡人家 就是每人的身體裏面的陰陽 調和 就是所謂西醫所講的荷爾蒙的平衡 我們所講的荷爾蒙平衡 你的血液重環 你的免疫能力提高 一定會提高 這樣你平衡了 你就提高 然後你就不會有疾病 就是白病 都不會白毒不侵 我們如果中文說的話 也不會白病能夠全身 這方面 我們見經濟也一樣 國家也一樣 如果這方面不平衡的話 你都是一個很恐怖的問題 我們大家試想想看 你看看 現在的嬰兒 去長大了 去納稅給政府了 但是將來的老人 高這個歐險 這個制度仍然下去的時候 你試試 新一代的人 那些年輕的人出來做事 所交的稅 能不能夠養到這麼大批數字 一幫老化的老人呢 這個能不能夠他們所抽極交的稅入後 我們看這個數字就知道 能不能夠 即是能夠未補給過 將那些退休人的退休的計劃呢 這樣是不是要繼續加稅加重他們呢 即是年輕一代 所以一點 如果我們不再找一條出路的話 很危險 還有一點 我又覺得 現在很多的藥物 試想一下 你高血壓 你糖尿病 我真是問心 哪間藥廠 可以給你的藥 喝了之後 好了 不用再喝呢 根據直到目前我所見的 你一喝糖尿 醫生說 不要停啊 你一喝膽固醇的藥 不能夠停啊 你一停很危險 我試問一下 為什麼他們不發明一種 是不是他們不能夠呢 我不想 住平了 沒有這樣的人才嗎 藥是要醫好 並不是吊著人的 但是試看看今天的藥物 多少 但是 是 是很發達 如果我今天 我幫人家針夠 針完 它又痛 多幾天我說 喂 你三四天又要來針 很危險啊 如果你不來針的話 這樣就試問一下 怎樣 怎樣 所謂自然療法 我們成立 就希望 去靠自然療法 不用再依靠藥物 因為一靠藥物的話 成了藥物的奴隸 現在你可以訪問十個 十個都這樣回答 我一喝高血壓藥 我一不喝 就慘了 OK 醫生勸告 一定要喝是不停 有很多人 喝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可不可以停 不能夠停 一停就吃 即是喝到老 喝到 說句不好聽 帶入官木嗎 難道這樣 都還要帶入尊藥去嗎 放在這裏 所以這些是一個很可悲的 如果這樣下去 先問一下 政府還在這個歐脅 在cover這些的事上的話 將會有何來的金錢 來支持這樣下去 個個都喝藥 個個都這樣 所以在這一點 我希望能夠在這個自然療法 帶來一個全員的治療 不需要再依靠藥物 因為藥物帶來很多人 喝了都說給我聽 不是失眠 有時手震 有時半夜疾醒 有時精神 彷彿 記憶力衰退 各位 請大家 深思的問題 是不是自然療法的成立 是對這個社區 對國家 對這個世界 會有美好的貢獻呢 大家 請用你們幾分鐘的時間 去面對這個現實 想一想這個問題 多謝大家